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06集 汤市长在彭城任职,也有这么长时间 早就不是刚刚到任时处处有掣肘 要带着司机偷偷去基层摸底的外来者 能力和手腕并用,早已在彭城站稳了脚跟 甚至权柄过重,还威胁到了一把手 哪怕私下里提到他,这人也不禁含糊带过 市政府哪里藏得下秘密 既呀去了那么一回,根本没掩饰自己身份 一个人知道了,消息灵通的差不多都知道了 倒不是故意想看领导的笑话 能多知道点领导的隐秘,也能避免犯了忌讳啊 真的呀,我还以为是谣言 不是谣言 外国人就是瞎大胆 办事一点都不讲究给人留面子 汤市长的前妻也是 又不是彭城人,干嘛非要在彭城办婚礼 还邀请了不少政府部门的人来参加婚宴,故意给汤市长找不痛快 这场婚礼后,汤市长个人生活的事,必定被人议论纷纷 这人是不知道啊,这对时髦的新婚夫妻还邀请了汤市长 这么骚的操作啊,他们这些人打死都想不到 房间里,纪亚换上了空运过来的婚纱 她连每一根头发丝都是美的 毕竟精心养护了一周 脸上的皮肤同样如此 皮肤护理加上精心化妆 眼角的纹路也不见了 香港请来的化妆师都大赞纪亚的气质和美貌 这倒不是吹捧,盛装的纪亚是真的出众 乔治几次在门口张望,都被房间里的人轰了出去 郑文秀既替纪亚高兴,一颗心也七上八下 就她一个人知道纪亚邀请了汤红恩,心理压力太大了 眼瞧着婚宴就要开始 纪亚和乔治就要出去走什么神父宣誓的仪式 郑文秀实在是忍不住,找了个空隙溜了出去 纪林在满场招待宾客 纪老爷子走了,从前的门生故旧生疏了很多 趁着纪亚的婚礼,又能和这些人叙旧走动 肯来参加婚礼的人还真不少 纪林自然十分高兴 这场婚礼办得体面,乔治出手大方 所有来宾的食宿全包 那请别人来鹏城参加婚礼,总不会让别人在经济上破费 婚礼在庞城办,纪林原本还有意见 现在又觉得这个安排十分好 不在京城,不用避讳那么多 纪亚再婚的对象没挑错 乔治这个美国妹夫很给纪林长脸 来宾们纷纷在问乔治的情况 郑文秀想和纪林说话都差不上队 只能找纪林老婆 纪江源舅妈根本不想来 纪林在家里大发脾气 她才跟着过来一趟 今天的婚礼现场 纪旧妈是能躲就躲 颇有点消极代工的味道 她就想今天的婚礼能顺顺利利走完过场 纪亚愿意风光就风光吧 难道她还能管着纪亚怎么花钱吗 郑文秀找到纪旧妈一说 她就觉得脖子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抓住 喘不过气来 你说真的 郑文秀点头 你瞧这么多人 我这心里就像打鼓一般 打鼓 分明是有人在纪旧妈耳边放炮仗 纪旧妈心慌气短 想和纪林说说 纪林站在一众宾客中间 意气风发的 纪旧妈堵心得要命啊 还不如找纪江源 比她旧懂事点 江源 你老实告诉旧妈 你知不知道你妈邀请了你爸来参加婚礼的事 如果纪江源知道 这孩子一声不吭的 旧旧妈都觉得白疼了她 纪江源今天穿着礼服 精神奕奕又帅气 来参加婚宴的宾客 家里有女儿的 不知道有多少瞄准了她 乔治的父母远度重洋 来参加婚礼 别的不说 对纪江源 印象还真不错 孩子什么样 就能看到长辈的家教 乔治被纪亚迷得神魂颠倒 看纪江源这样出挑 当妈的 应该不会差吧 就因为纪江源正脸 乔治的父母 对纪家人 印象还不错 因为纪林在外交部上班 纪家全家学识都不错 还能和乔治父母交流 这是意外之喜 纪江源今天也算如鱼得水 她很想自己亲妈 安安生生嫁出去 听到舅妈的质问 纪江源也微微皱眉 舅妈 我不知道 确认宾客名单的工作 不是我做的 您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 现在他真的请了你爸来管理 你觉得合适吗 你瞧瞧这些来的宾客 有纪家的亲朋好友 有朋城当地的政府干部 你爸要是来了 纪舅妈根本不在乎 汤洪恩丢不丢脸 可汤洪恩丢了脸 对纪家又有什么好处 这笔账 不还是要算在纪家头上吗 纪江源的眉头皱得更厉害 在美国的话 还真的没什么 有些夫妻办离婚 还要开个party 但在华国就比较有问题了 舅妈 他不请也请了 这件事让我处理吧 一会儿他到场了 我去安排 你可一定要把事情办好 你老爷一辈子的名声 别被你妈给折腾光了 有纪江源这个亲儿子出面 汤洪恩那里想必是能安抚的 纪舅妈真的想把小姑子的脑僵子给打出来 快点嫁吧 赶紧嫁给乔治 让乔治带回美国去 一眼不见心不烦 纪亚穿着白纱出来了 高雅美丽 乔治也穿着西装 温尔逊家族的人皮相都不错 乔治也比较注意保持身材 乔治真的和纪亚很相配 草坪上恐怕有两三百个宾客 刚才还寒暄呢 现在也安静下来 在宾仪的指引下依次落座 鲜花拱门和搭建的宣誓台 还有个外国神父等着 这婚礼的确够稀罕的 原来外国人的婚礼是这样的 纪亚挽着纪林的手臂 他父亲已经去世 纪林是长兄如父 会一路和他走过去 然后将他交到新郎乔治手里 这是婚礼必须有的仪式之一 婚礼马上要开始了 并不见汤红恩出现 音乐响起来 郑文秀和继舅妈 其实都松了口气 纪亚是在胡说八道 还是汤红恩接到请柬 不准备来了 不来正好 婚礼能安安生生地举行 纪亚十分失望 汤红恩难道不敢来 不来都没意思 这场婚礼要不请汤红恩亲眼看着 纪亚会觉得缺了重要的一环 大家都各有心思 一辆车直接开进度假村 停在了草坪旁边 这谁啊 如此大的面子 不由都扭头去看 先前说今天新娘子是汤市长前期的政府人员 身体一震 屁股比脑子反应更快 瞬间站了起来 是市长的车 我的妈呀 市长的车出现在前期婚礼现场 今天这个婚宴 岂止是八卦几年啊 简直能讲一辈子好不好 这场婚礼现场 感谢观看